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S层即通过一系列的面向应用需求的基本服务和功能来提供应用运行管理的基础 而它本身也屏蔽了基础设施层的多样性 可运行在多样的基础设施层之上 平台及服务作为营聚上的一类重要的服务类型 它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商业和技术背景 进入21世纪以后 基于web应用的电商平台成为软件开发的主流 企业必然寻求新的IT系统及应用运作方式以降低大量成本投入 平台及服务给企业在这方面的需求带来了高效的解决方案 在云计算的大框架下 平台及服务提供了进一步的抽象 通过对云应用进行分类 总结相关实践当中的共性问题 抽象出特定的模式和解决方案 PS包括一系列的平台软件和基本服务 PS的提供商在平台软件和基础服务的实现上具有多样性 各自针对用户对平台的一类或者几类特定的需求和使用方式 根据所针对的应用类型 PS在理念 客户定位和实现方式上也会存在差异 我们再来看看以前的云服务的示意图 图当中位于IS和SS之间的就是PS 它基于互联网以服务的形式提供平台运行环境 也称为运行库 包含开发和运行环境 数据库及各类开放服务的能力 因此PS带来的好处就是统一平台架构 开放平台能力 引入外部开发创新能力 形成生态系统 相信很多IT人员都被以下场景困扰 不停地安装各种运行时 容器以及繁杂的第三方依赖包 安装并配置一切必须要的服务 如数据库 移动服务等等 将所需的服务与应用进行关联 配置端口 IP 防火墙等等 建立动态的路由以及负载均衡机制 保证从底层到应用层各个层次的高可用性 确保日志的完整收集和高效分析 日常要做好应用的性能监控 保证应用可以根据负载的大小 进行灵活的伸缩等等 最后还不得不断地重复着开发测试上线这样一个轮回 这种困扰就引出了PAS PAS平台机服务 是指将一个完整的软件研发和部署平台 包括应用设计 应用开发 应用测试和应用托管 都作为一种服务来提供给客户 在这种服务模式当中 客户不需要购买硬件和软件 只需要利用PAS平台就能够创建测试和部署应用和服务 与基于数据中心的平台进行软件开发和部署相比 采用PAS的成本和费用要低得很多 在理解PAS的时候要强调一下几点 首先PAS面向互联网应用开发者 其次它把端对端的分布式软件开发 测试 部署 运行环境 以及复杂的应用程序托管当作服务 并且它依托IT基础设施云平台 最后开发者可以从复杂低效的环境搭建 配置和维护工作当中的解脱出来 提高软件开发的效率 因此PAS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友好的开发环境 丰富的服务 精细的管理和控制 弹性强 多住户机制 整合率高等等 因此PAS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 应用程序开发 测试 部署 运行和维护工作 都在同一个集成环境当中进行 降低软件开发 维护成本 降低市场运营和项目风险 第二 它以Web的方式提供服务 高质量的用户体验 第三 内建的扩展性 可靠性和安全性 解决用户数据 网络流量 原代码安全问题 第四 支持贯穿整个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协作 第五 提供深入的应用程序监控手段 PAS提供的服务是丰富多样的 主要包括端到端的软件开发环境 包括物理环境 开发环境 测试环境 调试环境 部署环境和运行环境 基于云平台的配套服务 如账户 邮件 数据库 消息队列等等 基于Web流浪器的使用方式 基于掌握的编程语言和编程环境 安全的沙盒工作环境 动态扩展性 应用程序监控服务 包括运行日志 访问量 资源使用率等信息 良好的认证 计费 计质 保护用户账号的安全性 请看图 图当中给出了云服务模式当中 从IIS到PS的过渡过程 左图是传统IT的私用模式 客户必须购买 配置和管理所有的硬件 软件及应用等设施 而云计算慢慢的通过云服务运营商接管部分功能 在IIS当中 运行商接管了网络 存储 服务器 硬件 虚拟化 服务器等基础设施 用户在这个基础上能安装和配置软件开发环境 部署应用等等 而过渡到PS的时候 云服务商又接管了所有软硬件开发平台的管理工作 用户可以只关心应用开发和部署 所以大大简化了用户的工作量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PS的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它承担的功能角色 从价格层次来看 平台层是为了有效的掌握大量应用实力的运行管理 它是一类应用运行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集中起来 并进行共享的中间链平台 请看图 PS将传统的静态独享的中间链平台 转变为一种动态共享的中间链平台 每个应用将在云平台统一进行管理和运行 平台层既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又通过对应用和平台进行概念和功能的分离 进一步简化了应用和平台的运营和管理 PS将共享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与基础设施层所共享的对象不同 PS所共享的对象是应用运行所需要的资源和基础功能 从功能特征的角度来看 平台层整合各种不同的软硬件资源 向应用提供一致而统一的资源和功能 请看图 平台机服务可以建立在多个基础设施平台之上 需要对应用提供一个一致的单一的基础设施式图 平台层除了提供web服务器 应用服务器 消息服务器等传统的中间链以外 还需要提供其他相关的管理支撑服务 如应用部署 应用性能管理 使用计量和计备等等 另外呢 云应用本身可能会集成来自不同云服务商 所提供的功能或者服务 这些需要平台层提供相应的支持 从使用模式上来看 作为应用运行管理的环境 PS模糊了物理资源的限制 在应用看来呢是一个按需索取 无限可扩缩的一个虚拟平台 请看图 PS作为云应用的运行环境 云应用通过PS提供的编程接口API 按需获取运行所需要的各种虚拟的资源的能力 总之PS针对的是有效并自动管理大量应用的需求 PS的功能和结构设计要满足这样的需求 请看图 图当中列出了PS的核心功能 主要有分布式技术 也就是说把多台机器 虚拟成一台性能极强的超级计算计 分布式存储 分布式计算 分布式数据库 同步机制 负载分担 任务调度等等 第二是分布式的软件开发测试运行工具 包括编程环境SDK 编程接口 代码库 测试工具 运行工具等等 第三 运营管理系统 包括用户管理 计费认证 资源监控 应用管理等 请看图 图当中列出了PS的核心技术 主要有REST技术 使用REST技术 PS平台能够非常方便地将中间层的支撑的部分服务 提供给调用者 第二 多租户技术 多租户技术使得一个单独的应用实力 可以为多个组织服务 还能够保持良好的隔离性和安全性 多租户技术 能够有效地降低应用的购置和维护的成本 第三 并行计算技术 为了进行海量数据处理 需要利用大型的服务器集群来进行并行的计算 Google App Engine 和开源平台Hadoop和MapReduce 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下面是应用服务器 在原有应用服务器的基础上 为云计算做了一定的优化 如用于Google App Engine的Jetty服务器 第五是分布式缓存 分布式缓存技术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对后台服务器的压力 还能够加快对用户请求响应的反应速度 使用最广泛的分布式缓存技术 是MemCam Cache的 典型的PS平台有 Google的PS平台Google App Engine 微软的Windows Azure平台 SalesforceCam公司的PS平台ForceCam IBM的BlueMix平台 开源平台Cloud Foundry 新浪的PS平台Sena App Engine 百度的PS平台百度App Engine 后面我们会简单介绍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 然后会通过提供平台体验的视频和平台手册的方式 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典型的PS平台 本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